只要你家的风干鸡能吃了 肯定就到了过年的时候 风干鸡比新鲜的鸡味道更香 肉质更加紧实 也更容易保存 春节招待客人 就做这么一个风干鸡小火锅 边炖边吃 这个味道去饭店都吃不到 而且做法也很简单 首先多好的风干鸡 倒入温水 再加一勺盐 泡上一个小时 用淡盐水泡风干鸡 能够好地吸射出鸡肉里面的盐分 然后下锅大火煮开 彻底焯透后烙起来 在热锅放菜籽油 下多一点的生姜片 泡香后倒入风干鸡 开中火慢慢煸炒 炒出油脂 炒出风干鸡特有的辣香味 然后加花椒甘打椒 继续放上个五六七八下 再倒入烧开的热水 什么调味料都不用放 开大火煮个两分钟 煮到锅里的汤汁 设置金黄 转着高压锅 上气火压15分钟 将鸡肉压熟压透 再倒入萝卜和土豆 继续将配菜煮熟 然后刷锅里垫上钱章 倒入风干鸡 变炖就可以变吃了 这样做的风干鸡小火锅 连吃肉带河汤 特别的香 喜欢的赶紧收拆 过年试试吧